2020年3月23日 一个叫布兰克·西卡蒂奇的男人 在克罗蒂亚索林一家医院因病去世 佩传塞引发了败血症 再加上后来又被诊断出的帕金森 带走了这个66岁直到最后一刻 依然在战斗的老人 这个被称为克罗蒂亚之府的老人 被许多K1时期的老全民奉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他曾经以39岁的高龄 成为K1WGP初代王者 有兴趣了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我之前 在他去世当天做的一期特别影片 不过咱们今天影片的主题 并不是这位克罗蒂亚之虎 而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前世界重量级格斗名将 克罗蒂亚战警米尔科·菲利普维奇 这个依靠右腿医院 左腿坟墓席卷格斗擂台 唯一一个包揽K1 Pride以及Rising世界冠军头衔 纵横T拳以综合格斗决的双料冠军 考虑这期市场 本期影片也依然将分为上下 我也会罗列标记出 这次影片各个小张杰的时间轴 感谢一位同学也可以跳着看 如果觉得影片不错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点个赞点个关注 如果能够一键三连就更好了 好的 废话不多说 那就开始我们本支影片的内容吧 在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潘纳尼亚平原的交界处 有个总人口不到400万 名叫克罗地亚的小国家 而温科夫奇则是位于这个国家东部的一个小城市 这里的总人口加起来还不到3万 1974年9月10日 米尔科·菲利普维奇就在这里出生 小米尔科从小就跟比自己大三岁的姐姐一起长大 但他最早体现出的运动天赋不是格斗而是田径 并且是在100米200米400米短跑中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但后来小米尔科在朱莱的影像带中 和父亲一起看完《上格运动》主演的动作电影《血点》之后 里面劲爆的打到场面也让小米尔科热血沸腾 再加上小米尔科的父亲也非常热爱格斗这些运动 于是在铁路工作的父亲就给心痒痒熟痒痒的小米尔科 缝制了一个装满沙子和棉花的沙袋 在自己家的车库开始了业余格斗训练 那一年小米尔科才5岁 两年后已经训练起来有模有样的小米尔科 又得到了父亲的鼓励 在7岁那年开始在家附近的建设房 接受正规的铁拳训练 最说少年时期的米尔科也是一位路肩不平一身吼的主 读书那会儿 有一次放学路上碰到校外几个高年级的小流氓 在霸凌同班同学 身体素质和格斗底子不错的小米尔科 3下5出2的就将几个小流氓赶爬在地上 从此米尔科在学校也是扬名利弯 深受女同学的喜欢 1993年一个叫K1的综合格斗赛事在日本成立 39岁的克罗地亚之虎布兰克·西卡蒂奇 在日本东京从全世界2000人中脱颖而出 在总决赛中 KO了后来的K1WGP四官王得主 完美先生欧内斯特·胡斯特 成为了K1WGP初代王者 也就这一年 克罗地亚独立战争末期 刚刚19岁的米尔科加入了克罗地亚军队 分配成为了一名无线电电报员 但是枯燥的无线电工作让米尔科非常的难受 布兰克·西卡蒂奇在东京夺冠的瞬间 燃起了米尔科对踢拳类台的向往 恰好当时部队有一支克罗地亚踢拳国家队在训练 于是米尔科就壮着胆子 跟自己的指挥员申请加入国家队训练 本以为希望不大的米尔科竟然得到了批准 而当时的上下也认为米尔科应该将自己的优势放在感兴趣的地方 在后来的回忆中 米尔科也将这一段在部队训练的时间 描述为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 一年后父亲的不幸去世 也对米尔科后来与几任经纪人之间的相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退伍之后的米尔科正好在朋友的推荐下 认识了自己的偶像克罗地亚之虎布兰克·西卡蒂奇 第一次见到布兰克·西卡蒂奇的米尔科 当时还非常的拘束 但布兰克·西卡蒂奇在简单的看完米尔科的训练之后 一眼就像中了这个年轻人未来的潜力 于是就决定将米尔科纳入门下 不得不说的是布兰克·西卡蒂奇的眼光确实不错 此后不仅是吉利向K王推荐的克罗地亚战警米尔科 还是安东尼奥·普拉兹巴特 都成为了K王世界冠军 所以在接下来的部分 我也会将米尔科职业生涯与几任经纪人的纠葛穿插起来讲 让大家感受一下社会的险恶 1996年3月10日 身兼教练和经纪人双重身份的布兰克·西卡蒂奇 带着还只有22岁的米尔科走进了K王的赛场 而当时米尔科的擂台组号还是Tag 在克罗地亚语中就是老虎的意思 这也跟当时的布兰克·西卡蒂奇 与自己的好哥们如希奇和开了一家名为老虎的安保公司有关 不过根据米尔科后来自己的回忆 即使是加入了布兰克·西卡蒂奇的俱乐部 前往日本参加比赛的机票费用 还是米尔科自掏腰包 由于当时米尔科经济上实在准破 因此也只买了一张前往日本的单程机票 当年晚上1996年年度K王大甲赛揭幕战 第一次登上世界擂台的米尔科 用了5个回合才判定击败了无冕之王 结入了美勒班纳 首球K王就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胜利 然而两个月后K王年度四分之一决赛中 尚且年少的米尔科遭遇到了布兰克·西卡蒂奇的老对手 也就是当年拿下K王WGP初代王者头衔时 KO的完美先生欧内斯特·胡斯特 胡斯特是荷兰踢拳界的代表人物 他的技术非常的全面 重量级的他还拥有轻难级的速度 职业生涯中是四次掌握K王WGP年度冠军 是K王历史上夺得年度总冠军次数最多的人 职业生涯中米尔科与胡斯特有过三次交手 尽管米尔科的技术和力量不断的成熟和进步 但始终没能战胜胡斯特 这也成了米尔科此生最大的遗憾和越不过去的高山 这段经历不仅让人感慨 躋身于河山亮 不过这场比赛失地之后 米尔科意识到自己的教练布兰科·西卡蒂奇 只是想从自己的身上赚钱 于是就宣布退出了布兰科·西卡蒂奇的俱乐部 但两人之间的恶战也才刚刚开始 还记得之前提到的跟教练布兰科·西卡蒂奇 合开公司的好哥们儿鲁西奇吗? 在米尔科与西卡蒂奇闹崩之后 还就成了米尔科第二任经纪人 鲁西奇的这种行为自然也是惹动了西卡蒂奇 在之后的一份采访中 鲁西奇声称西卡蒂奇曾经试图报复他 但是也被他逃过一劫 而米尔科甚至是宣称 西卡蒂奇还买通了枪手准备杀了米尔科 但这些最终都没有成功 不过前教练西卡蒂奇还是成功的 让K1吊销了米尔科在日本比赛的资格 此后米尔科加入了克罗地亚特警部队 隶属于内务部特警部队的反恐组 也就是这段工作经历 让米尔科于是就有了特警的称号 因为没法前往日本比赛 所以战警米尔科在1997年的比赛 都是在附近的捷克进行 1999年在经纪人鲁西奇的努力下 战警米尔科又开始重新返回日本参加比赛 并且是在当年的K1世界大赛中 一路杀进了年度主决赛 这一次与总冠军头衔紧一步之遥 总决赛上的对手不是别人 还是上一次的老冤家完美先生胡斯特 结果战警米尔科在一片遗憾中被KO 一年之后战警米尔科加强了自己的技术和力量 再次卷土重来 结果 这一次在半决赛中 战警米尔科就判定输给了完美先生胡斯特 是又一次原K1世界冠军头衔 2001年3月17日 已经在日本格斗圈小有名气的战警米尔科 遇到了早已成名的格斗暴君彼得阿兹 熟悉彼得阿兹的人一定知道 彼得阿兹伐木般的摧枯拉朽的右扫腿 几乎让每一个对手心惊胆战 因此也得到了荷兰伐木工的绰号 而这场比赛战警米尔科的左扫腿 数次扫翻彼得阿兹 一时间名声大噪 也成就了战警米尔科 腿王阿世与左扫腿之王的称号 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 米尔科左腿这把妖刀 确实是展落了无数的英雄豪杰 2002年因为不满K1的报酬和赛制的安排 战警米尔科开始在K1和Brad两个赛场同时作战 不过后来战警米尔科 在Brad击败格雷西猎人英廷河之后 时任经纪人鲁西奇看到现场 数万人为米尔科鼓掌的场面 当即就跟K1赛事的负责人坐地骑驾 要求将战警米尔科的出场费 从当时的15万美元转嫁到30万美元 并且是要挟否则米尔科将会彻底退出K1内台 经纪人鲁西奇的行为 也让K1赛事大为恼火 于是随即发布通告 称战警米尔科受伤 取消了当年K1世界大赛的参赛资格 不过也就是这一年 战警米尔科在Brad的赛事相继击败了 马胖马克亨特 飞翔荷兰人雷米 英廷合制 特别规则下打败了袁西阿瓦 在日本的名气也是急速的上升 好的 本集就到这里 影片的下集部分 我想对大家详细了解 战警米尔科与61最强男飞多的实际大战 是如何成为K1 Pride的两个赛事末代王者 以及生涯后期中风退役的幕后 我们下集见拜拜